食药署今年妖籍医界讨论之后 是你将第一代的事后避孕药 左缺诺孕酮 从处方药转成是指示药品 也就是说未来不用透过医师 开立处方间 在药局就可以买到 对此药室工会全联会是表示乐观其成 因为国内的妇产科医劳院所是越来越少 相较之下 药局方便取得药物 有助于把握黄金的避孕时机 不过对此妇产科医学会是强烈反对 因为在临床上服用这款药物之后 可能造成惊奇问乱 而且失败率是高达了20% 等于说每5人有一人会避孕失败 所以一般来说会要求患者要回诊追踪 或者是定期厌孕以确认避孕成功 也担心说青少女误以为吃了就不会怀孕 而增加危险性行为危害到健康 各方掀起激烈的辩论 对此食药署是强调 目前是还没有订定上路的日期 会持续搜集意见之后再行决议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对此食药署是最新资讯的最新资讯